大家好 我是John 歡迎來到Macan 今天我們會做iOS全景拍攝模式的動手玩 我們在前面這一部是iPhone 4s 它行的作業系統版本是iOS X GM 也是Go Master的版本 Apple正式在這個版本加入了全景拍攝功能 哪幾部機拍到全景拍攝的呢 包括我手上的iPhone 4s 剛剛推出的iPhone 5 和第五代的iPod touch 我們現在開始試一下這個功能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全景拍攝模式 首先打開相機 然後我們按上面的閃看 我們會看到一個全景模式的按鈕 這個就是全景模式 我們只需要順著方向去由左至影 或者按完箭咀之後 由右向左影就可以了 我們這次要試一下由左至右去影 如果我們可以的話 就可以按下面的相機鍵 開始拍攝 拍攝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跟著箭咀的方向去調整 然後按回相機的位置 不怕拍攝出來的相片會有偏差 如果完成之後我們按下下面的相機鍵 跟著我們如果回到正常模式的話 我們按完成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製成品先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我們放大來看 其實都是幾清一下的 我們今天的動手玩就到這裡 如果想了解更多豐富的內容 歡迎繼續瀏覽Macking 我們下期討論 我們下期間 多豐富的內容 哪有些路 我們在祥的內容 做一個動手 讓奶頭